嘉義27號只放半天颱風假 中午放學要回家 卻遇上風雨正大的時候 四個小孩被吹得東倒西歪 只能躲在電線桿後面 一個抓一個就怕被大風吹倒 但是當時下著大雨 這幾個小孩緊緊抓住電線桿 一不小心會不會觸電 危險舉動讓拍攝影片的劉小姐 嚇出一聲冷汗 昨天是颱風天 然後中午12點多的時候 男性國小小朋友放學 那我從七樓的陽台有看到 風很大 那孩子們無法前進 然後就躲在就醫回收箱 還有電線桿旁邊 那做媽媽的我是感覺 非常的牽掛還有不捨 影片上傳到網路上 引發民眾熱議都為孩子們擔心 還好聯絡四名小孩的家長 大家都平安無事 聯繫到的結果是 孩子已經被安清班返回的車子 接送回去了 消防表示孩子是因為想要自行 前往不遠處的補習班 卻遭遇突然的強震風 才會受困在路上 五六百公尺的距離 對小朋友來說 卻是寸步難行 同樣就讀於男性國小的同學 也表示當天早上 差點就被吹倒了 早上的時候風很大 騎摩托車會很不方便 危險 對 很容易就摔倒了 放半天颱風架 徒增困擾 不過小朋友沒能在規定的地方 等待安清班結送 消防也表示會在恢復上班上課後 盡快召開檢討會議 記者 侯國溫嘉義報導 kita先後來 先到BI 新amed 新 Magister 新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